经常来到花莲鲤鱼潭的民众发现 早期由公路局种植的20棵凤凰树 目前正在盛开当中 还有游客是特别从台北来到花莲鲤鱼潭打卡拍照 公路总局25年前在台九丙县道路拓宽时 种植了20多棵凤凰树 在目前的季节当中是凤凰树盛开的时节 道路旁的凤凰树就吸引了许多民众的目光 还有游客特地从台北来到花莲鲤鱼潭 游玩拍照打卡 并且表示经常来到鲤鱼潭游玩 看到凤凰树盛开心情就特别的好 所以刚刚就拍了这张照片 觉得怎么样 美 很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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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怎样的美发 空气清新啊 看起来就很舒服啊 我们走花莲是好地方 台九丙县旁沿着鲤鱼潭这些陆续盛开的凤凰木 红花衬托着秀丽的景色 特别让来此地游玩的游客走到凉亭边 欣赏花团景处 美不生收的自然景观 可以说是在鲤鱼潭上最美丽的风景 记者林杰受风采访报道